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一段程式 其實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的第16頁 就這一段 可是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蠻多地方是重複的 像這一行 我就input了一個random 然後random range 1到20號 然後就讓它輸入 可是你會發現這邊一個 這邊也一個 因為剛開始在思考的時候 沒想那麼多 反正就是能夠很順的寫出來 可是問題這邊有一個兩個三個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這感覺很重 只要有重複成時 我就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做點事情 讓它不要重複 但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讓它不重複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寫 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說 太累贅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讓它 成事重複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你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 先回圈 再輸入 對哦 這一 請你把成事什麼 應該是把這一行怎麼樣 搬到這邊來 應該是什麼 先random一個數字 然後直接寫壞Email 再來的話呢 讓它輸入 那輸入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這一行其實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底下這一行也可以把它刪掉 那也就是說呢 它如果不論太高 或太低 它一律都會回到畫Email號 一律的話呢 都會 讓 這個使用者 再猜一次 那這樣的話呢 本來 要寫三行的 那這時候就輕簡多了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哦 你那個程式雖然說 剛剛也可以執行 可是問題 就是說呢 你放的位置 其實可以再放在哪裡 所以通常特別是 將來H你可以有一個 固定的寫程式的邏輯 先畫Email號 然後輸入 輸入之後再判斷 這樣的話呢 其實等於是萬用的 因為以後大概就這樣寫就好 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程式上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欸 如果我現在想要改變這個程式邏輯 哪個邏輯呢 因為現在是一直拆 拆到對為止 但是我不要 我只希望怎麼樣 讓它只能夠拆三次 那拆三次應該從哪邊改呢 其實哦 會有Email號 無窮 就是意思說 讓你拆到對為止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讓它 拆到對為止的話 那應該怎麼寫呢 應該哦 可以把這個畫Email號改成什麼 4回圈 有沒有 3次嘛 for I 那拆 In什麼呢 Range 刮幅 那拆三次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寫 1 0.4 有沒有 那就123嘛 是不是 OK 那意思說它跑三次嘛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以後哦 畫Email號指的是 不限制你次數 那for I in range呢 就是你可以怎麼 讓它去跑 跑的次數 但是特別注意哦 如果像這邊1到 1到3的話 其實哦 你還可以再 改得更簡單啦 其實你可以直接輸入個3就可以了 怎麼說呢 因為哦 Range預設值是0 也就是說呢 你要輸出的反正就跑三次 對 如果你的預設值 你的那個 前面那個數字哦 是0的話 那現在0 0.3應該就跑幾次 0 1 2 就停了 那又跑了 也是一樣三次嘛 只是說呢 它的開頭那個數字是0的話 如果呢 那range有個規則哦 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你的開頭是0的話 那那個數字可以省略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那以後的話 所以你以後看到說 Range是3哦 其實就跑三次就對了 這也蠻好記的 所以以後你要跑幾次哦 那你就直接在range後面刮弧 看要輸入幾次就幾次了 實際上哦 那個3的話意思是說 它跑的是0 1 2到3就停掉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 可是問題哦 直接把這個執行過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問題呢 那輸入之後 我把這邊 把這個好了 把RND也順便輸入好了 我打一個RND 我把這個 這個RND順便的話 也把它 把它加到後面這邊好了 就是說呢 因為這邊會有一個邏輯上的錯誤 譬如說我今天到底 可以 跟這樣 看這樣 直接我把這個 先把RND print的出來 為什麼要print的出來 假設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可以先知道一下那個乱數 執行一下 那當然我這邊print知道 他背後的答案是6 那主要是測試階段 我知道6之後 那假設我現在就是猜3次 第一次我先猜 隨便猜一個10 一樣 第二次猜5 然後第三次的話呢 如果我還是故意猜不對 我猜4好了 那理論上呢 更正一下 應該最後一次我故意猜對 那輸入是6嘛 6等於6 那理論上應該他會跳哪裡呢 應該要跳這個 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所以最後一次我看 Enter 他會不會是對的 還是會跑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今天誤 我隨便也是要 先給他錯誤的資料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太高了 那應該最後會告訴他說 應該要停一下 理論上這樣已經大概接近了 不過好像似乎會有一些bug 我再找找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第一件事情就是 重複的這個input 把它改成只有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呢 只能夠讓使用者猜3次 超過3次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拆3次了 不能再拆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 我們剛剛就是說 這邊我會多一個print 主要是說我先知道 我在測試會比較 比較不用說 我不知道是要到 我這個random是10 當然我可以 幾個例子 如果說我今天直接輸入10 他一定是恭喜答對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測試這個地方講到測試 如果第二種情況是 如果我今天輸入 第一次是錯的 第二次是錯的 第三次對的 那 還是ok 所以這個邏輯也沒問題 但是有一個邏輯不對 就是說我第一次錯 第二次也是錯 第三次也是錯 但他最後結果這個就不ok 他應該最後一次的 應該不要再告訴我太低 因為我根本沒有機會猜了 你給我這就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怎樣 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 如果當 猜的次數已經是第三次了 第一個 而且 你還沒猜對的話 那就跟他講說 已經是 你已經猜第三次了 然後呢 不能再猜了 最後我剛剛告訴你 答案是多少就好 他們感覺好像 比較有互動性嘛 對不對 ok 怎麼寫 所以要特別注意 應該在哪邊增加一個邏輯 其實在這邊有沒有 邏輯 所以我在這邊再加一個if if什麼 猜第三次 所以猜第三次數的話 其實就i來決定 如果i等於等於多少 第三次應該是2嘛 有沒有 0 1 2 所以他第三次了 而且 and and猜錯 他怎麼樣猜錯 就是呢 你輸入那個值 不等於 不等於 那個爛數的那個變數 rnd 的話 那這個條件就兩個嘛 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呢 跟他講printer 你已經猜三次了 有沒有 已經猜三次了 不能再猜了 拆 拆 然後呢 乾脆直接告訴他答案為好了 答案為 後面 後面的話呢 就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rnd 利用來串到rnd 其實按豆點好了 豆點rnd也可以 或者 因為豆點rnd就不用轉型了 他會直接把那個rnd串在後面做輸出就可以了 但是特別注意哦 因為我這邊上面把它改1幅的話 那一個邏輯判斷裡面不能有兩個1幅 下面這個1幅必須改成什麼 改成L1幅 1L 好 第二個邏輯 所以我這邊說我這邊是加的哦 ok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他猜三次也沒猜對的話 應該可以懂意思哦 如果他猜的是第三次 而且他還沒猜對的話 有沒有 所以哦 如果你用那個 就是 剛剛是一個口語的敘述 那你記得哦 也要把它能夠轉換成Python的敘述 應該看得懂這意思吧 而且其實不難理解哦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工程師當酒之後 甚至乾脆跟人家對話 也可以寫一個程式跟他對話 有沒有 那不然網路上起來蠻多很喜歡哦 就寫出來 就直接用那個程式語言 表達一個邏輯 然後你 看懂程式的你就馬上知道 哦他還寫什麼 那一般人是看不懂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你要讓別人看不懂 當然你們兩個都工程師的話 你就可以寫一個類似像這樣子 你就獻給他 他看得懂 別人看不懂 老闆也看不懂 對不對 那這樣可以達到溝通的效果 電腦也看得懂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啦 不難理解 好 最後的話我們再測試一下 所以哦 這個地方 我們為了要 最後程式寫完嘛 一定要測試嘛 測試完如果有 不足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補上 這個邏輯 OK 應該懂我的意思哦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邊的話 假 這個是因為我預先要知道 不然的話我根本沒辦法做測試 第一次對 第一次也是錯的 第二次也是錯的 第三次剛剛也是錯的話 它會太高或太低 那現在的話呢 因為它已經 第一個 它已經I等於 2 而且沒有猜對 所以呢 應該要跳這個哦 已經猜三次 答案為 Enter 有沒有 就停下來了 15 OK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會是相對的比較完整 但未來 如果你邏輯裡面還不足 沒關係 再補一下 再補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讓 這個程式的邏輯 更趨近於完美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說真的 倒也不是說 那麼完全不難理解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我只有加 這個範圍的資料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好 那其他的話 當然 除了用那個Python 可以寫得出來 VPA一樣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雲端上一樣 我有放VPA 如果假設你 就是 程度比較好 或動作比較快 同學 可以再試試看 那個雲端上面 其實也可以換 那個什麼 VPA VPA的版本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把它複製啦 貼到那個 就是 這個 VPA裡面 其實你可以 一樣在 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把程式寫在一個模組 或者你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雲端上的程式貼上 其實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它這邊一樣會跳出 一模一樣的東西 10 太低了高一點 太低了高一點 那就是 15 恭喜你答對了 其實也會是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 我這邊的那個VPA 輸入的話是放在Input Box 輸出的話是放在Message Box 其他的程式邏輯都大同小異 OK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玩玩看